在几乎所有厂商都发布完自己的旗舰手机以后 魅族17系列才算是姗姗来迟与消费者见面 在这个已经饱和的市场上 超大底的相机不稀奇 120Hz的2Ka屏也不稀奇 50W以上的快充更是不稀奇 那么最晚发布却在参数上没有任何一个点能一记绝成的魅族 到底凭什么去打动消费者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台魅族17 Pro的实际使用感受 魅族17 Pro一上手的感觉就是比较有分量 虽然说5G手机由于天线数量的增加 以及电池容量的增加 在手机重量上都有一定的提升 但是17 Pro 224g的重量 即使放在这一票5G手机里面 也绝对算得上是一个重量级选手 不过好在17 Pro内部对比的设计比较合理 手机的重心在整部手机的中部 可以缓解一下大体重带来的不适 这次17 Pro的边框与后盖过度十分自然 配合上温润如玉的陶瓷后盖 握持手感还是相当不错的 可以看出那个男人对手感还是有着一如既往的追求 另外陶瓷后盖的硬度决定了 即使你不戴套 长期使用也不会有明显的划痕 这也可以让你放心大胆的裸奔 而不因为戴套增加格外的重量和破坏手感 屏幕是我们与手机交互最多的硬件 魅族17 Pro这次搭载了一块1080p加的90赫兹的AMOLED直屏 这也是少数愿意在旗舰手机上使用直屏高刷AMOLED厂商 我个人其实并不是很喜欢曲面屏 某种营业上厂商将屏幕作曲 更多是为了炫耀屏幕具有柔心的特质 也是为了观感上两侧无边框的视觉刺激 但是不管是手机游戏还是观看视频 直屏都能带来更好的用户体验 所以作为一个实用主义派 这次我占直屏 魅族这次也是放弃了16系列采用的双窄设计 而是换成了一块挖孔屏 如果采用不打孔对称的设计 由于摄像头体积的限制 魅族几乎已经摸到了屏占比的极限 显然今年再不更换设计 16系的屏幕肯定是没有办法满足当下的市场环境的 当然与大多数左边打孔的手机不同 这次魅族将开口放到手机的右边 并且孔镜只有2.99毫米 人在阅读文本的时候 往往是从左至右 你看看浏览器的标签卡 以及软件的状态栏都遵循这个原则 所以当你点亮屏幕的时候 往往不会注意到这个摄像头的开孔 而且魅族也巧妙地将摄像头的开孔周围 设计成了环状的电量显示 因为孔镜本身就比较小 你会感觉这个摄像头就是状态栏的一部分 大大的减轻视觉上的不协调感 其实让我想到一些利用画面元素 来掩盖开孔的壁纸 也算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了 也许你第一次见到17 Pro的时候 相比其他手机的前面版 17 Pro确实没有给人一种很惊艳的感觉 但是使用的时间一长 就能感受到它的四边边框 镜宽所带来的协调感 这种感觉也许就是魅族所说的 全平衡设计所带来的感觉吧 另外在最新的Flyme固件中 17 Pro还解锁了120Hz的刷新率和DC调光 在120Hz下 动画的流畅度却有进一步的提升 但是同样也会更耗电 这种解锁算是魅族给消费者留下的一点小惊喜吧 不花钱就能免费得到性能的提升 影像系统是所有厂商火拼的主战场 魅族想到这个领域泯然众人 其实是比较困难的 一亿像素超级大底 定制CMOS前望式镜头 17 Pro都没有配备 话虽如此 对于绝大不多数消费者而言 魅族的影像系统也是妥妥的够用的 IMX686也是非定制CMOS里面非常能打的 另外广角和长焦都没有缺席 只不过缺少了拔街的参数 少了很多营销的噱头 只看CMOS从不拍照的吃瓜群众 对魅族的摄像头肯定是不太满意的 不过有的时候我也会反思自己 是不是应该少看所谓的参数 多拍点照 不要跟着厂商的宣传 卷进一位追求参数的漩涡 作为并不是很擅长拍照的我 其实也没有什么资格对画质说三道四 这里我也是拍了一些17 Pro的样张 大家自己来评价画质 魅族这次为了做出一定的差异化 17 Pro也搭载了一组3D深感探测器 但是目前能够使用的 仅有一个AR史的3D照片 以及人像模式的景深测距 虽然魅族承诺未来会有更多的AR应用 但即便这些应用全部都实装 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 也只是过了新鲜感就不会再使用的功能 但为此付出代价则是背部防暴盾的设计 如果正面张醒了魅族为用户体验 所做出的坚持和营销上的牺牲 那背部就能看出魅族为了差异化 为了辨识度所做出的妥协 我是真的很愿意为了美观 牺牲掉这个AR镜头 这样手机重量和后背的美观程度 我觉得都会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性能上 这次17 Pro搭载了骁龙865 加UFS 3.1的旗舰组合 作为安卓旗舰标配 865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 使用安兔兔跑分总分58万左右 可以看出在优化上 魅族并没有出什么大的问题 旗舰的性能配合上90Hz的屏幕 180Hz的触控采样率 主流支持高刷的游戏 比如QV飞车 王者荣耀 都能明显感觉出游戏过程非常流畅 比较贴心的一点是 在魅族的刷新率设置界面 还标明了支持高刷的游戏列表 并可以直接下载 可以说是十分贴心了 旗舰手机其实不太需要去担心性能的问题 一般的游戏厂商也不会设计出 超越现役最强SOC性能的游戏 续航和充电方面 魅族这次终于干掉了组传的24WPE充电 充电功率提升到了30W 并且采用了电荷泵技术 转换率有一定的提升 虽然与16s Pro一样 半小时充进电量大概在50%左右 但是17 Pro的电池 从16s Pro的3600毫安时 提升到了4500毫安时 所以充电速度的提升还是非常可观的 并且这次魅族还支持了27W的无线充电 实际测试从空电开始充电 10分钟充入电量13% 20分钟充入电量27% 30分钟充入电量39% 虽然无线快充的速度 还是不及有线充电 但是考虑到4500毫安时的电池容量 这个无线充电已经可以在比较多的场景里 替代有线充电了 续航上由于4500毫安的大电池 只要不是极重度的3D手游玩家 一天使用下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我个人使用第二天还能剩20%左右的电量 最后我们来聊聊Flyme 在大家系统都趋红的今日 功能的完善已经是基本功了 Flyme的基本功还是相当扎实的 负一屏的各种快捷功能 足够多的非线性动画 完备的云服务以及NFC 但是除了这些大家都有的功能外 魅族还是做到一些让人用起来很爽的功能 比如说小窗模式 魅族的这个小窗模式十分直观易用 我在使用16时 这个功能就让我爱不失手 在逛微博或者知乎的时候 点一下小窗就可以快速回复信息 再随便点一下就可以隐藏小窗 并且列给通过底部的按钮 快速切换最近有消息的聊天窗口 M-Bag的压杆小横条 也在17Pro上得到了保留 清楚返回 重案返回桌面 当重案是熟悉的正感返回到手上的时候 一下就拿闻 不得不说Flyme对马达的调教 相当于其他的安卓机 依然可以说是最接近iPhone的 干脆利落丝毫不拖泥带水 这种优秀的调教和魅族 很早就收入限期马达的研发 应该有着不小的关系 有人可能要说了 这么点鸡毛蒜皮的小功能 也值得说吗 我觉得值得 因为大家都在魔改安卓的道路上 走了这么多年 系统早就过了天空缺的时代 Flyme仍然可以在使用频率足够高的地方 做出自己的理解 并且实际体验也足够便捷 这就可以看出Flyme团队 对用户体验的思考 当然美中不足的是 Flyme的系统广告却是不少 好在大部分的系统广告 都可以通过设置进行关闭 这里也是找到一份 关闭广告的方法大全 一共大家参考 这几天体验完17 Pro 我发现它不像前几代的魅族了 这次17 Pro 大刀阔斧地修改了 非常具有传承感的ID设计 机身变胖 也不再有魅族原来那种 轻盈小小的感觉 唯一留下的 只剩下背板上 那颗标志性的环状闪光灯了 但仔细一想 魅族也有传承下来的坚持 16系列坚持要不乱设计 17系列也通过好的前面板设计 保障了用户体验 而不是随大流使用曲面屏 也带有中国文化的 小芳瑶联名与调色 相比一人一家的跑车联名 也看出来魅族独到的精神审美 虽然不知道这样的全新魅族 是否能被大众所喜欢 但在我心中 它依然是那个愿意 站在用户角度 认真思考的公司 这里是清天科技 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 欢迎见素质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